澄清党主席莫哈默沙布透露 在看守首相伊斯麦沙比里还没有宣布解散国会之前 有人酝酿另一次的政变 试图把伊斯麦沙比里拉下台 默沙布昨晚在马路加亚洛亚野演讲时说 国会解散前有一名政治人物联系他和公政党主席安华等人 要求他们支持另外组织新政府 不过默沙布没有透露这名政治人物的身份 不说法庭 不说法庭 不过是否要喝得沙布 不过是不过公司的 不过路加工 现在已是否会看不过百当日的 美威士尼斯麦沙布尔汙比里还没有出散 尔汙比里還没有出發 要来到他们的访命 又要成立美威士尼巴尔汙比里 要成立美威士尼巴尔汙比里 要成立美威士尼巴尔汙比里 Kali Bamat tolonglah sokong kami kali ini Saya nak jadi penerit Menteri kata dia Dan jumpa Dato' Sri Anwar dan sebagainya Kita kata enough is enough Tak apalah kamu bubar Kita face election